因为心情不好都躲起来没有出面 那么陈水扁呢 虽然在看守所里头 不过他写的新书 台湾的十字架呢 也赶在19号 也就是农历年前要上架了 在新书里头 陈水扁针对龙台案 南港案全力喊冤 甚至摆出无故的姿态 写下 完翁啊 监察官带领 这样的一个字眼 还披露许多在看守所里头的照片 为新书加温 大大的2630数字 是陈水扁在看守所的代号 旁边照片是陈水扁最疼爱的孙子 就摆在贴身的皮夹内 红色扁书是陈水扁随时打理好头发 还有这几张送物单 记录儿子陈志忠 女婿赵建明的家人关怀 这些看守所内的点点滴滴 陈水扁在新书台湾的十字架中 会一次曝光 而狱中手稿也抢先揭露 火力锁定南港案和龙台案 替自己喊冤 陈水扁变称 他最没办法忍受的羞辱 就是说他拿了孤晨宇思议 正正天啊的发育词 强调他只和孤政府熟视 根本没和孤晨宇交往过 说他向孤晨宇开口要思议 正是欲鬼 让他死也不瞑目 陈水扁坚持龙台购地仲介费 本来是五亿元 其中一亿分给孤重量 结果被孤联松骂了之后 才还了一亿元 变成思议仲介费 他不知道怎么会变成 是他跟吴淑珍开口要的 连约望啊 检察官大人 这种用词都出现了 陈水扁更反咬 曾经负责帮贬 贬家汇款的蔡明哲 强调当时是蔡明哲 说郭权庆要捐一亿 不过选举已经要结束了 钱也够用 所以吴淑珍要蔡明哲 汇到其他海外账户 没想到钱 却尽了蔡明哲的海外户头半年 这证明蔡明哲有暗杠 陈水扁还强调 蔡明哲偷印吴淑珍助理的名片 招摇撞骗把责任推给蔡明哲 还怀疑他黑吃黑 但这却是陈水扁 第一次坦诚吴淑珍 透过蔡明哲会议议员 火力集中在外界认定 陈水扁难以脱身的龙潭案 南港案 海角弃义 保险箱里的巨款 却是资质为题 中学王一芬 采访报导 一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